大家好,我是 Stanley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開箱頻道 今天和大家開箱玩這個 Fans Hobby Double Agent A A 的翼翼是綠色 而 B 則是紫色 其他配置和其他方面的翼翼是沒有分別的 他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頗以堪稱為 TF 界的無間道 新劍兩隻的他亦兼備了兩位能量戰士 開箱後,包括有說明書、玩具的主體 有兩個能量戰士 還有一個替換的頭雕 還有這兩個是支架用的連接器 還有一張貼紙 不過我幾乎每次都不貼 因為我覺得 Fans Hobby 的數體已經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很漂亮,不貼 除此之外,還有角色卡 能量戰士製作上的感覺好像比之前的質素好 其實它本身已經很好 不過現在的感覺,品質有所提升 這個尺寸的人仔,其實已經統一了可動性 這麼小的人仔,要求他有什麼可動性 就不會有的 始終作為能量戰士,一大個樹架在後面 這件事是不可以更改的 然後如果這個尺寸要有高可動性 如果要在零件上再分割的話 除了提升了組裝難度之外 其實也提升了會爛的風險 電影中我們也有聽過 Why Decepticons Always Got The Good Sheet 真是非常好看的 你看看這個只是一個能量戰士 它自己已經可以三變 但是所謂的壞人角色 一定要多點樂趣 才可以吸引到小孩的喜歡 你不要以為我亂吹,這個是事實來的 而在正義的一方,多數都靚靚仔仔 邪惡那邊就比較型,比較酷 就是這樣 Double Dealer 作為近乎一個一線的大業角色 不用多介紹,我想大家都知道 本體是一架導彈戰車 有八個輪子在推動 全部是增烏,像膠輪胎 如果你選擇B 款的話 後面這部份就全部是紫色 變成鷹的時候就會比較好看 整個車尾也是經由飛翅包覆著 所以會看到不少的摺疊件 這個改動為了載具和鷹模式 帶來更好的平衡性 來到底部方面,結構整齊紮實 而且飽滿,可以以為是老玩家最愛的公式模樣 而在舊有版本,導彈可以調整發射角度 不過Fans Hobby版本,可惜少少,沒有了 但也有保留能量戰士,可以坐進駕駛艙 Fans Hobby版本,有更好的比例 在車型和人形之上 所以亦都有一個新的變形步驟 改動了安裝方式 但保留了這個不合比例的老味道 可以說是非常棒 而相對來說,這個載具模式的科幻味 比軍事味更加重 跟G1版本有少少不同 這個改動可以令到鷹的機械感 更加合理化 有很多不同腦的部位 在駕駛的地方 前衣服下是一種類型的 但他們會不會有像 顏色的小型的一種類型的 通常,要在水中的墨尖 我們會選擇 更多的小型的小型 和駕駛艇 然後再把板子打開 這部分簡單來說 就是把板子打開 就可以了 下一個飯 在這個地方 再把板子打開 再把板子打開 之後再放一個し 立刻把板子打開 把板子打開 凍結成小玉子 放在一起 鍋子抹乾 放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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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